这个漂亮的女孩太可怜了 17年前她生日那天 财罚父亲不幸遇难 妈妈开车带着她 在找遇难爸爸的途中出了车户 成为了职务人 她也因此失去了记忆 父亲的好兄弟独吞了她父亲的公司 并威胁父亲的司机 把失忆的她送到了孤儿院 载人父亲的司机 带着儿子来参加载人的生日 司机让儿子留下 司机告诉载人的妈妈 这就去公司接社长回来 然而社长夫人 怎么也想不到丈夫即将遇害 司机的儿子刚上楼 看到载人灿烂的笑容 就被深深地吸引住 载人看到她后 她羞涩地避过载人的眼神 转身离开时 一不小心撞到了另一个男孩 手里的蛋糕弄脏了男孩的衣服 荣光见状她慌张地给男孩道歉 可是傲慢的男孩 立即打开荣光脏兮兮的手 男孩仁宇看着穿着朴素的荣光 他问荣光的爸爸是什么职位 荣光不知道职位是什么 一旁的小胖蹲解释 载人的爸爸是社长 仁宇的爸爸是副社长 我的爸爸是常物 荣光明白了 他说我爸爸是给社长开车的司机 顿时就遭到了仁宇的一阵嘲讽 不服输的荣光想要动手打仁宇 就在这时被载人拦住了 载人告诉他不能打架 爸爸说打架是不好的 仁宇看着喜欢的载人 竟然对一个司机家的孩子如此关心 仁宇提出去打棒球一决胜负 可是出身贫寒的荣光哪里打过棒球 但是为了不在喜欢的女孩面前出丑 荣光吹牛自己是个打棒球的高手 但他还不知接下来将会被虐得惨不忍睹 此时载人的父亲忙完公司的事情 带着礼物来参加女儿的生命 这时天空突然电闪雷鸣 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遇害 当走出门口时 被一个检察官拦住 这边不会打棒球的荣光 被人鱼打得浑身是伤 但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 在载人的鼓励下 荣光幸运地赢得了胜利 这边检察官告诉载人的父亲 因为公司偷偷挪用秘密资金进行会赌 将会被带走调查 可是作为公司的社长 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他从来没有过非法贿赂 怎么可能挪用秘密资金 检察官也很相信社长的为人 他提醒社长 是不是你的合伙人副社长干的 社长也怀疑是自己的好兄弟干的 因为副社长一直想独吞公司 而此时副会长正在数着秘密资金 这时社长突然闯了进来 社长看到好兄弟徐宰明慌张的样子 他就明白了一切 可是徐宰明尴尬地拿出 为社长女儿准备的生日礼 提醒社长再不过去就要迟到了 然而社长却让他先缓一缓 跟自己去一趟检察厅再说 来到外面天空已经吓起了瓢泊大雨 徐宰明露出了阴森的表情 社长作为徐宰明的好兄弟 他劝徐宰明自己去自首 主动说明情况才会保住他 然而徐宰明非常的愤怒 他让司机马上停车 可是司机听社长的 并不愿意停下 他就立即去抢夺司机的方向盘 导致车子失去控制 一头扎进了大海里 车子下沉后 社长当场昏迷了过去 坏人徐宰明从车里爬了出来 他拉着社长就往岸边爬去 爬到岸上才得知拉上来的竟然是司机 坏人徐宰明和司机得救了 但是好心的会长却遇难了 这边会长夫人接到电话 得知丈夫遇难后 他找到正在为荣光擦拭伤口的女儿 去见丈夫 荣光跑过来把他第一次赢得 胜利得到的棒球送给载人 然而荣光却不知等 再次见到载人的时候 载人却什么都不记得 社长夫人带着女儿去找丈夫 但是由于是雨天 他却没注意到路上的提示牌 前方有他方 这边检察官询问徐宰明出车祸的具体原因 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 怎么也想不到 这时司机竟然站了出来 为徐宰明化解了危机 司机主动向检察官承认 是因为雨下的太大 路上太滑 导致自己驾驶失误出了事物 司机请求检察官把自己抓起来 就在这时突然又传来了一个噩耗 社长夫人带着女儿开车出了交通事故 因为社长夫人车速太快 来不及躲闪路上的泥石流 导致车子侧翻 关键时刻社长夫人护住了女儿 当警察赶到现场 救出了社长夫人 却没有发现在人 只找到了在人的鞋子 看来是被湍急的河流给冲走了 在医生的抢救下 社长夫人脱离了危险 却成为了植物人 一天内社长死于非命 社长夫人昏迷不醒 唯一的女儿也失踪了 现在公司群龙无首 徐宰明在众人的推举下 成功上位公司的代表社长 在人被河流冲到了岸边 幸运的是他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当被警察发现时 他却失去了记忆 什么都不记得 警察联系到了徐宰明 让他去认定 得知在人失忆后 他想要独吞在人父亲的整个公司 于是他找到司机 他威胁司机 把尹在人的名字从户籍中里去 再给在人起一个新的名字 找一个谁也不认识在人的地方 开始新的人生 在人手里拿着上面 刻着荣光名字的第一个棒球 失落地坐在角落里 这时荣光的父亲来警局 把在人带走了 随后他把在人送到了 一个陌生的地方 惭愧的司机看着失去记忆的在人 他叮嘱在人 无论何时都要记住 自己的名字叫尹在人 荣光在电视上看到 在人一家遇难的报道 他问父亲那天 在别墅看见了那个女孩 真的死了吗 父亲并没有回答 荣光没有忘记在人 给他说的承诺 多年后他成为了出色的棒球员 而他的对手依然还是仁宇 冤家路宅两人见后 仁宇依然侮辱 他不会打棒球 还要打棒球 荣光这次没在人的阻 两人就打了起来 结果两人都被送进了医院 因为仁宇的父亲是徐宅宁 妥妥的富二代 没有一个人在乎在二队的荣光 就连护士都跑去照顾仁宇去了 无人问津的荣光 不仅感叹命运的不公 就在晕倒过去时 一名护士突然抱住了他 看到护士的明眉大眼 阴唇含笑后 他沦陷了 荣光询问护士的名字 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 偏偏在荣光最无助的时候 抓住他的人 正是他一直想寻找的人 一名拉里拉他的失荒者 刚好被前来的小护士看到 好心的小护士二话不说 就把失荒者送到了医务室 但是小护士怎么也想不到 失荒者是一位山神爷爷 日后他的命运将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医生被三年没刷牙的 山神爷爷熏得都想吐 但是小护士见状他并没有嫌弃 而是安抚着山神爷爷把嘴巴张大 山神爷爷斜着眼睛 看了看心善的小护士 他好像找对了人 山神爷爷出院时 小护士不放心 就让医生开了药方 给山神爷爷送了过来 怕山神爷爷没有钱买药 就自掏药包把医药费给出了 剩下的钱让山神爷爷买饭吃 山神爷爷不明白 小护士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 便问小护士 是可怜我这个拉里拉他的老头子吗 小护士告诉山神爷爷不是可怜 而是担心爷爷才这样做 山神爷爷预知道 小护士时间紧迫 他好心地提醒小护士 你现在应该没有时间可怜我吧 小护士突然想起 刚才下电梯时 是护士长找他有急事 小护士和山神爷爷爷告别后 就离开了 护士长指着表 责怪小护士足足晚了半个小时 小护士给护士长解释 在电梯口遇到了一位不舒服的爷爷 才导致晚了半个小时 可是护士长根本不信小护士的解释 随后拿出一打文件 让小护士下班前整理好 到了很晚小护士才下班回家 他失落地坐在医院大厅 这时山神爷爷爷又出现了 山神爷爷拿来饮料和小护士一起喝 来到外面山神爷爷 看着不高兴的小护士 山神爷爷作为补偿 他让小护士说出心中的愿望 都可以帮助小护士实现 小护士黑黑一笑说 说爷爷你又不是山神爷爷 山神爷爷没想到 小护士竟然有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小护士希望和家人重逢 第二个愿望是 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护士 第三个愿望 希望遇到一个真诚的人 然后结婚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 山神爷爷爷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他让小护士张开手 拿出了一条钥匙项链送给小护士 小护士看着沉甸甸的项链 不由地想起了自己悲惨的秘密 山神爷爷语重心长地告诉小姑娘 从现在开始这个钥匙 将会实现你的三个愿望 那就从先见到你的家人开始了 就在这时收养小护士修院的修女来找他了 修女好奇在人一个人大半夜在这里干嘛 当在人回头时 他发现爷爷已经消失不见了 修女告诉在人修院的院长去世了 院长走之前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这里是你爸爸17年来给你写的书信 在人看了看手里的钥匙项链 他想起了山神爷爷给他说的话 在人看着父亲写给自己一打厚厚的书信 他从来都不相信 自己的人生会像童话世界里有美好的结局 但是在这一刻他终于相信了 于是第二天他按照书信上的地址要去找爸爸 功夫不负有心愿 他终于找到了 就在打开门时 却被一帮收保护费的地皮流氓推到了一边 看着父亲被欺负 在人二话不说就和地皮打了起来 可是不到一分钟在人就被地皮赶了出来 刚好撞到前来给丈夫面馆送菜的妻子 女人责骂在人眼睛长在后腰上去了 在人起身连忙给女人道歉 这时突然被地皮抓了起来 女人看到刚买来的鲜菜被地皮踩得轰烂 上来就和地皮打了起来 于是一场大战就此展开了 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都被送到了派出所 警察入口攻时 询问在人的名字 当司机听到帮助自己出气的女孩叫医在人 他瞬间愣在了原地 一旁的女人蒙圈了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在人 随后又看了看丈夫 他不明白丈夫什么时候 有了一个这么大的女孩 这下完大了 失忆的在人竟然把间接害死亲生父亲的凶手 当成了亲生父亲 老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没有资格做在人的父亲 老金决定把当年的真相告诉在人 这时老金的老婆突然出现了 妻子认为是老金背叛了自己 突然冒出这么大一个女孩 她拿东西砸向在人 认为在人的出现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并让在人赶紧鬼 在人觉得长这么大能见上父亲一面就行了 和爸爸告别转身离开时 正好撞到了出院回家的荣光 在人蒙圈了 原来两人是老熟人了 荣光是在人作为护士照顾的病后 但是两人在医院时 并没有认出是当年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荣光质疑在人为什么喊自己的爸爸叫爸爸 在人恍然明白了 现在他和荣光竟然成了同父异母的兄妹 荣光想到自己在医院生命危在旦夕时 是在人书写救了自己 现在在人竟然成了自己的妹妹 他简直要疯了 他跑去怪父亲为什么要背叛妈妈 现在搞的妈妈和在人两人都因为你而受伤 看着爸爸有不得已的苦衷 满脸愁容的样子 荣光告诉爸爸在人是他的救命人员 自己脑出血要死去的时候 是在人和自己的血型匹配 他及时输血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离开的在人 他在大雨中伤心地哭着 拿出山神爷爷送给他的钥匙项链 看来家人团聚的愿望要破灭了 这时荣光突然出现 他把在人带回了家里 另一边老金来到在人亲生父亲的临位前赎罪 当年他无情地把在人抛弃到福利院 可是现在在人居然成了儿子的救命恩人 老金认为是时候让在人回到财阀千金的位置了 于是他给独吞掉在人父亲公司的老徐打电话 告诉老徐在人回来了 要帮在人拿回他原本的生命 可是恶毒的老徐怎么可能 把好不容易得到的社长位置拱手相让了 于是老徐让助理除掉老金 老金也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命不久 他打电话把当年老徐害死在人父亲的真相告诉检察官 可是检察官在洗澡一直没接电话 于是老金发短信给检察官告诉他在人汗活着 这时老徐派的手下突然出现了 把老金带走了 手机掉在了地上 还没来得及发送的内容被手下看到 洗完澡的检察官看到手机里这么多位接电话 他意识到不对 于是给老金打了回去 可是电池已经被手下拔掉 老金从手下手中挣脱了出来 跑了一阵后 老金还是难逃命运的安排 他发生了车火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会出意外 老金用最后的力气告诉妻子 话还没说完 唯一知道在人身世的老金就领了河饭 这边老徐在没找到在人后 他气愤地拿手下出气 看来手下并没有把看到的消息告诉老徐 原来手下是老徐的侄子 在父亲去世后一直被老徐不当人砍 现在看来老徐的侄子没把消息说出 也存在着他的目的 他要借助在人的手扳倒老徐 这样奇葩的面试方式保证你绝对没见 每个面试者发一个大麻袋 想要多少年薪就往麻袋里装多少块装 每一块砖头价值一百万 面试官说往麻袋里装一块砖头年薪就是一百万 装十块砖头年薪就是一千万 装一百块是多少 你们自己算 反正你们往麻袋里装多少块砖头 就决定你们的年薪是多少 在场的面试者都觉得这样的公司简直是疯了 然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接下来他们会有多么的后果 有面试者问装多少块都是自由的吗 才有 面试官规定 从现在起时间为五分钟 时间开始 面试者像打了鸡血一样贪婪的往麻袋里装砖块 生怕自己装的少了 很快时间就结束了 每人都装了满满的一麻袋 可是有的人并没有那么贪婪 女孩载人只拿了一块 财阀公子哥人语一块也没有拿 因为这本就是他父亲的公司 而载人的好朋友荣光竟然装了三十五块 当面试者听到面试官说 接下来你们要把麻袋里的砖头背到楼里 楼高总共三十三层 听到此话面试者一个个都傻眼了 觉得此时是自己疯了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上楼的时候不可以坐电梯 只能走楼梯 如果现在从麻袋里拿出一块砖 得到其他人的帮助 都会被淘汰的 只有靠着自己的力量 背着自己的年薪跑到公司顶楼的人 才有机会得到相应的年薪 和下一轮一对一的面试 规定的时间是十分钟内到达楼顶 十分钟不到的话依然淘汰 说完面试官就去楼顶了 而面试者看着连拎都拎不起的麻袋 他们纷纷开始后悔 有的人选择当场放弃 人语看着空空如也的麻袋 他走过来嘲笑装了一麻袋砖块的荣光 说开始都没有开始 就被淘汰了 人语嘲讽荣光还是放弃赶紧回家吧 在人看着垂头丧气的荣光 他鼓励荣光 放弃这种事你是做不出来的 你会证明给我们看的 荣光说了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 于是奋力地扛起一麻袋砖块 奋力地往楼顶爬去 可是终于快到达楼顶的时候 被人语追了上来 人语大手一挥 把看着不爽的荣光推了下去 荣光被摔得找不着东西 在人很轻松地到达了33层的楼顶 随后人语也爬了上来 这时时间已经所剩不多 面试官看着一直期待的荣光还没上来 他心急地摘掉了墨镜 而此时的荣光刚从昏迷中醒来 可是现在的时间只剩下了一分钟 在人担心荣光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不然以荣光的性格也该爬了上来了 在人宁愿淘汰自己 也要下去找荣光 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荣光背着麻袋爬了上来 人宇看到荣光后 他心虚了起来 生怕荣光找他算账 然而荣光也不惯了他 腾控一跃一拳将人宇撂倒在地上 而这一幕刚好被监控是人宇的父亲看到 财阀社长看到儿子被打 他不乐意了 他要让荣光吃不完兜着苦 小姑娘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男人 善良的小姑娘二话不说就把男人送到了医院 然而小姑娘怎么也想不到 她的命运将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醒来后男人问小姑娘为什么救自己 小姑娘说你受的伤这么严重 我不能扔下你一个人就走了 男人看着眼前善良的小姑娘 陷入了沉思 第二天小姑娘在人在餐馆做兼职时 男人来找他了 在人一不小心把果汁撒在了客人的身上 在人连忙地道歉 可是客人却大发雷霆 怒斥在人的眼睛长在后腰上了 并让在人陪他的衣服钱 就在在人不知所措时 男人出现了 他拿出一张一百万的支票递给客人 客人一看这么多钱 不假思索地把支票放到口袋里便离开了 男人是来报答在人昨晚的救命之恩 在人紧张地表示那都是小意思 不管是谁见了都会这么做的 不需要什么报答 等以后挣了钱会把刚才的衣服赔给男人 男人调查得知 在人以前是一名专业的护士 因为特殊原因辞职了 男人问在人要不要换一个报酬高一点的工作 来照顾一位患者 在人不想做私人护工 便拒绝了男人 就在离开时 男人表示只需两个月的时间 工资一千万 如果能做满结束的话 我在另外多给你10% 在人听后瞬间感觉走上了人生巅峰 一下子瘫软在沙发上 在人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下来 殊不知男人让他照顾的患者 正是杀害他亲生父亲的凶手 裁罚家的儿子仁宇 仁宇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患有抑郁症和抽动症 仁宇最怕的人就是自己的裁罚父亲 见到父亲就会犯病 第二天带人来上班 当仁宇打开门的那一刻 他愣在了原地 他被在人那阳光般的笑容所吸引 可是来到房间 在人照顾自己的护理已经被赶走十几个 如果在人不离开的话 就会对骑行不理之事 可是在人为了挣钱补给家用 他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他忍了下来 正当向仁宇解释为什么来做护工事 话还没说完 仁宇直接啃了上去 在人拼命地挣扎 然而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 从仁宇手中挣脱出来 随后仁宇直接把在人推倒在了沙发上 女孩拼命地挣扎都无济于事 就在少爷马上得逞时 女孩在人进行了反击 说看你是真的病得不轻 已经深入了骨髓 就在两人陷入尴尬之时 仁宇的父亲打来了电话 仁宇最怕的人就是自己的财罚父亲 甚至接到父亲的电话就会犯病 仁宇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患有抑郁症和抽动症 父亲让他去参加公司的面试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在人看着犯病的人宇 他开始担心了起来 在人没想到仁宇病得这么严重 就在上去安慰仁宇时 仁宇慌张地跑开了 他把自己封闭在洗手间 身体不停地抽动 任凭凉水洒在身上 冷静下来的仁宇 以为私人护理在人被自己吓跑了 这时在人突然带着买好的早餐回来 在人温柔地告诉仁宇 他这种病并不是不治之症 仁宇没想到在人在得知自己的病后 并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愿意留下来有信心把自己的病治好 仁宇看着温柔的在人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随后他拿出入职申请书给在人 原来仁宇在父亲的逼迫下 他要入职自己家的公司 他也要在人进入公司 留在他身边照顾自己 很快到了入职这天 在人没想到荣光也来参加面试了 这是时隔17年 命运再次让三人聚在了一起 但是荣光和仁宇并没认出 在人就是他们昔日的玩伴 他们面试的公司正是在人亲生父亲的公司 一场奇葩的面试之后 留下来的人只有11人 幸好三人都通过了面试 仁宇开车带着在人离开时 他在在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车戟 在人被吓得不知所措 下车后在人贪软在地球上 仁宇不明白在人为什么会被吓成这样 在人表示在很小的时候 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 虽然什么都不记得 但是还是很害怕 仁宇突然想到 在17年前他曾在电视上看到过 喜欢的小女孩在人一家人出车祸的报道 他问父亲在人真的遇难死了吗 父亲表示不知道 但是他却不知道父亲骗了他 现在仁宇怀疑眼前叫在人的私人护理 就是他小时候喜欢的在人 于是他打电话给堂哥 让堂哥发来在人的个人简历 简历上写着在人17年前被送到了孤儿院 他终于知道堂哥给自己找来的私人护理 就是17年前喜欢的小女孩在人 晚上仁宇正在思考 如果被父亲知道了在人已经回来 父亲肯定不会放过在人 这时爸爸突然和堂哥来找他 他被吓得不知所措 而另一边在人也正在赶来 原来父亲是来表扬他 今天面试时他对荣光在楼梯里的表现 父亲说要想成为公司的接班人 就得变得心狠手辣 简单聊了几句后 就在离开时 在人突然赶来了 气氛在这一刻变得瞬间紧张了起来 不知道自己是财阀千金的在人 他让财阀社长对自己的儿子以后慈祥意 这样的话对儿子的病情好转有帮助 财阀社长没想到儿子的私人护理这么有胆 竟然敢这么和他说话 他问在人叫什么名字 一旁的人鱼紧张得不行 生怕被父亲知道了在人的身世 就在在人回答时 一旁的堂哥化解了危机 他让会长叫在人医小姐就行 堂哥给在人使了个眼神 在人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一旁的人鱼终于松了一口气 财阀社长因此没有发现在人的身份 只是教训了在人一顿就离开了 人鱼怒斥在人 以后不要对自己的父亲提任何建议 否则的话就会让在人以后 别想再做他的私人护理 随后人鱼气愤地找到堂哥 他问堂哥明明知道在人的身份 为什么介绍在人给自己当私人护理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迫不得已堂哥只有把财阀会整派他 抓在人的事情告诉人鱼 那天我替你受伤后 就接到手下的电话说抓到了在人 就在我赶过去的时候 在人从手下手中逃了出来 刚好遇到我 可是由于我失血过多便晕了过去 幸好在人及时把我送到了医院 看着善良的在人 我并没告诉你父亲找到了在人 在人救过我一次 我不忍心把在人的真实身份告诉你父亲 所以我只能把在人交给你 他的命运该如何 就由你来做决定吧 而面对从小喜欢的在人 人鱼又该怎么做呢 面试官准备了11个大小不等的神秘箱子 让第一轮成功进入的11位面试者挑选 面试者吸取第一轮往麻袋里装多少转 就可以拿多少年薪的教训 这位面试者提醒大家别太贪心 选择小的箱子准没错 否则就会像第一轮面试一样 装了一麻袋砖块的人都被淘汰了 果然有的面试者听后 纷纷去拿小的箱子 轮到荣光的时候 他竟然选择了一个最大的箱子 剩下两个一样大的分别被在人和人鱼拿走了 面试官让他们都打开自己的箱子 荣光的是一件蓝色的羽绒服 在人和人鱼的都是一双运动鞋子 其他拿到小箱子的都是不好卖的小东西 随后面试官说 这些产品都是公司的新商品 只要你们把自己手里的商品 成功卖给我身后站着的三位面试官 只有先卖掉商品的前四位 才有资格打开写有自己名字的保险柜 保险柜里放着大家最后要完成的任务 这时拿到小商品的高个男 开始抱怨他拿到的商品对自己无力 面试官大怒 说这些都是你们自己选择的 现在只给你们五天的时间 在规定的时间内 卖掉商品的前四个人才能打开保险柜 赶快行动吧 容光带着商品离开时 却不料遇到了公司的财阀社长 财阀社长一眼就认出了 原来容光在第一轮面试时 财阀社长通过监控看到容光竟然全打自己的 于是气愤的财阀社长找到面试官 让面试官直接将容光淘汰 面试官告诉财阀社长 容光在第一轮面试中并没有违规 为了公正性不能让容光淘汰 如果因为社长的私人感情把容光淘汰的话 那面试的公正性就如放屁 那倒不如将面试直接停止算了 没有办法 社长只能刁难容光 如果容光能成功把商品卖给社长的话 社长就不计前嫌让容光直接进入公司 面试官还没有回答 容光就直接答应了下来 但是容光怎么也想不到 他给自己挖了一个多么大的坑 接下来有社长出现的地方 就有容光在推销他的商品 但是每次都会被社长无情地赶出去 甚至在社长开会的时候 容光也要抓住机会 突然出现在社长的桌子下 社长实在拿容光没有办法 只好答应给容光一个机会 社长告诉容光一会要去一个派对 如果容光能在那个地方让社长大笑的话 社长就会买容光的商品 容光随社长来到了派对 他愣住了 原来这里是容光曾经待过的棒球队 他想成为棒球王的梦想 就是在这个球队破灭 他根本没有心情去逗社长笑 便伤心地离开了 就在这时社长叫住了他 社长让容光扮小丑都自己笑 容光想到已不负起的话 凡事都要学会忍耐 和辛苦挣钱的母亲 容光扮成了小丑 在舞台上卖力的表演 台下的队员都被逗笑了 唯独社长没有笑 表演结束后 容光他愤怨 他不甘 自己就像傻子一样被社长给耍了 但是谁又能理解容光承担家庭责任的苦 很快到了面试的最后一天 依然没有一个人把手中的商品推销出去 面试官鼓励大家不到最后一刻 大家都还有机会 从不认输的容光跑到了社长新品发布的大会上 容光不再选择顺从社长 而是开始侮辱社长 说社长施罚老马 对努力工作的马还要加以边形伺候 说社长是足家之马 保护家中的马 却对其他的马警告过 容光自信地告诉会长 自己会用天下之制柔 持聘天下之制坚 柔软的总会赢过坚固的 社长被嘲讽地让手下把容光拉出去 容光嘲讽会长这是害怕了吗 会长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我怎么可能害怕你个毛头小的 看到容光自信地笑 社长意识到自己输了 面试官当场表示 然而容光怎么也想不到 这都是面试官为他设下的面试 只为能让容光拿到保险柜 容光出车祸的父亲留下的秘密 最后科长找到面试官 他愿意买在人手中的商品 因为在考核期间 在人没想着怎么把商品卖出去 而是跑到资料室 努力地研究产品的性能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而这一幕刚好被科长看到 他告诉面试官在人是面试者当中最努力的 他愿意买下在人手中的商品 这边人语则是找到另一个下手的目标 他告诉男人自己的爸爸是公司的社长 下一任社长就是自己 人语让男人自己看着办 最终通过面试的 有不如使命的容光 和最努力的在人 以及靠着人脉上位的人语 和一个破格路用的高个男 容光打开保险柜 他看到了父亲生前的手表 和一张神秘的纸条 这十面事官突然出现 他把容光父亲出车祸 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容光 原来容光父亲想让再人 回到属于他财阀千金的位置 就给独吞吊在人父亲公司的社长打电话 容光父亲预知到狠心的会长 肯定不会把自己 好不容易得到手的公司拱手相让 肯定会杀人灭口 将唯一自己知道的秘密隐藏 于是容光的父亲 给好朋友打电话见一面 当面试官赶来时 刚好看到容光父亲 正在被会长派的手下追杀 面试官便追了上去 就看到了容光父亲出了车祸 在手下离开时 刚好撞到前来的面试官 在送往医院的路上 容光父亲想把在人的绅士 告诉面试官 可是医生却说患者不能再说话了 就照上了氧气罩 容光父亲只能把有关在人的绅士 写在纸条上 容光父亲离世后 面试官一直不知道 纸条上的数字是什么意义 事后他又在公司 见到了追杀容光父亲的手下 想到容光父亲的死 一定和公司的社长有关 于是就通过面试 让容光进入公司 得到社长的信任后 让容光来解开纸条上的秘密 容光怀疑父亲留下的纸条 和父亲之前 给上一任社长做司机的名字有关 于是他打听到了 上一任社长一家人遇害已故的灵位 容光找到了答案 纸条上的数字 完全和灵位上的编号一模一样 容光恍然明白 在自己家生活的在人 并非是和自己同父一母的妹妹 而在人竟然是 上一任财罚社长的女儿 容光崩溃了 于是他找到面试官 把纸条上的秘密告诉了面试官 容光要把属于在人 财罚千金的位置夺回来 17年后 妈妈竟然奇迹般地 从昏迷中醒过来 被收买的医生 第一时间就通知了 早已成为财罚社长的恶人 社长恶狠狠地问女人 你还认识我是谁吗 可是醒来的女人 第一件事就是担心女儿 他问社长女儿在人 现在在哪里 做贼心虚的社长 不知如何回答 随后女人因为身体虚弱 又昏迷了过去 一旁的医生告诉财罚社长 女人现在的认知能力 和判断能力 还没完全恢复 可是社长开始心虚了起来 他问医生 有进一步恢复的可能性吗 医生说女人现在醒来 已经是奇迹了 可是女人坚强的意志 已经超出了 我认知能力的范围 以后能不能醒来 还不好说 可是社长听后医生的话 他露出了恶魔一般的表情 左手缓缓伸向了女人的脖子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正义的检察官出现了 这些年他一直在调查社长 他言外之意地告诉社长 看来女人能恢复意识 老天还是长眼睛了 社长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这天女人再次从噩梦中醒来 而此时检察官刚好守护在他身边 女人一眼就认出了 眼前的人是吴检察官 检察官惊讶不已 看来女人已经恢复了意识 但是女人现在的意识 还停留在17年前发生车祸那天 他告诉检察官女儿 现在还在车里 他让检察官赶紧救救自己的女人 检察官听后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围 然后关上了门 随后检察官告诉女人 你现在记得那场交通事故 是17年前发生的事 女人听后震惊不已 这年来所发生的一切 女人听着听着她的眼睛开始湿润 醒来后女儿和丈夫都没了 这对女人的打击很大 检察官安抚女人 说让她一定要接受这一切 只有这样才能为女儿和丈夫报仇 但是现在还不能和任何人说 自己已经恢复了意识 这里的医务人员都是社长的 女人情绪崩溃 他很思念自己的女儿 而在另一边载人好像听到了母亲的呼喊 山神爷爷送给他 可以实现家人团聚的钥匙项链 也发出了一道闪亮的光芒 失忆的在人也相信妈妈在某个地方一定在等待着自己 冷静下来的女人 她让检察官帮助自己挪回丈夫的公司 和找回自己的女儿 于是在检察官的帮助下 女人开始偷偷地做康复训练 可是还是被裁罚社长发现了 不知女人已经恢复意识的社长故意试探女人 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奇迹发生的 随后社长告诉检察官 自己才是女人法律上的监护人 社长不允许检察官更改对女人的治疗方案 说反正她又好不起来 社长得意地离开后 偷恶狠狠地看向了离开的社长 她开始了反击 这天她告诉了检察官一个重要的心组 她让检察官去查一查以前给丈夫做司机的老婆 有可能司机会把她知道的秘密告诉她的老婆 于是检察官来找司机的老婆 检察官问女人 17年前你丈夫给裁罚家做司机 裁罚家遇难后 你丈夫有没有做过什么不正常的事情 女人表示没有发现丈夫做不正常的事 丈夫只是自责主人因为自己开车失误而死 然后病了好几天什么话都没说 就在女人突然想起什么的时候 催交房租的房东来了 两人争吵了起来 检察官见状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 只好表示下次再见便离开了 晚上做饭时女人突然想起 那天有个女孩突然找到丈夫 女孩见到丈夫就喊爸爸 因此自己还和丈夫大闹了一场 同时这天丈夫也出了车祸 丈夫叮嘱自己一定让女孩载人回到原来的位置 话还没说完 丈夫就离开了 女人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她转身看上了身后的载人 刚好是在人来找到自己家里的那天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慌张地回到房间 想起了17年前 丈夫像丢了魂一样地喝着酒 丈夫拿出了一打钱递给了自己 嘴里说着这都是屈服的钱 当时她并不明白丈夫话的意思 只顾着数钱了 但是她并不知这钱正是社长给丈夫的封口费 她现在明白了17年前 丈夫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她 于是她来到医院来看望夫人 两人交谈中聊起了孩子的事情 女人说自己儿子荣光现在都27岁了 还在为面试工作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而夫人却说 如果自己的女人再人还活着 今年也26岁了 女人突然愣住了 她再次向夫人确认 不知自己是财阀千金的灰姑娘 第一天上班就闯下了大火 她一不小心扯下了公司重要客户的假发 女孩连忙给客户道歉 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她只好给客户戴上 可是客户却一把把女孩推开了 一旁的财阀少爷看到心爱的女孩被欺负 就和客户扭打了起来 就在这时财阀社长突然赶来了 众人看到财阀社长阴森的表情都被吓呆了 心想这下要被炒鱿鱼了 财阀社长让女孩跪下给客户道歉 地中海老头说如果不跪下 这次公司的合作就不会签约 这时只见女孩在人不慌不忙的在纸上写着什么 然后递给了眼前重要的客户 客户看到后背吓了一条 不由地看向了载人 载人说 大海不会因为一个小石头就会引起波来 大树不会因为一阵小风就会动脑 我承认我的错误 如果因为我这个小职业 造成了这次毁约的话 我认为这不是大公司该有的风范 地中海老头抱怨在人的道歉不争诚 他选择不原谅 终止这次的合作 就在打算让老总离开时 没想到却被老总阻止了 所有人都懵了 都在疑惑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老总把在人写的纸条推给了财阀社长看 只见上面写着九个汉子 善者不变 变者不善 这个就足够了 就这样学识多广的在人 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化解了危机 财阀社长看着眼前学识多广的在人 他觉得在人有点意思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眼前的女孩 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女孩 他好奇地去问在人的名字叫什么 社长听到后 他瞬间亚麻呆住了 他怀疑女孩是自己害死好兄弟的女孩 于是问女孩的父亲是谁 社长彻底明白了一切 他回忆起了金人培出车祸前给自己说的话 17年前 正是社长为了独吞女孩父亲的公司 威胁金人培将失忆的女孩除去护籍 送到了孤儿院 现在女孩竟然在自己的公司上班 他决定再次对在人下手 原来财阀社长知道了在人的身份 他问侄子把在人留在儿子身边是什么目的 这时财阀少爷跑了过来 他告诉父亲 不是堂哥的错 是自己不让堂哥说的 他怕父亲知道了在人的身份 在人会受到伤害 他喜欢在人 但是在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财阀千金的身份 在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财阀父亲怒斥儿子简直是疯了 说你如果再这样守护在人的话 你和我还有公司都会因为在人而毁灭 于是他让侄子赶紧把刚来公司上班的在人 所有的资料全部收回 而在另一边荣光通过父亲留下的纸条 他找到了在人的亲生父亲 原来在人并不是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 此时财阀少爷在得知在人的身份后 他竟然选择不告诉在人 而是打算带着在人远走高飞来躲避父亲对在人的追杀 可是心系荣光的在人根本不愿意和他离开 财阀少爷吃错了 他让在人心里只想着自己 随后就把在人的手机摔在了地球上 就在这时荣光来到了公司 他也没有把调查得知在人的身份告诉在人 只是抚摸着在人的头安慰他 让在人在这里等着自己 去见一下组长就回来 荣光告诉组长他已经解开了纸条上的秘密 答案是在人亲生父亲临位的编号 荣光也知道了父亲在出车祸前为什么留下这个纸条 因为父亲在临死前告诉过他 把在人送回原来的位置 现在荣光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话 是让在人回到他财阀千金的位置 荣光告诉组长他要从财阀社长手中夺回属于在人的遗弃 组长表示 而这边财阀社长看着在人的资料 他露出了邪恶的表情 似乎想到了对付在人的办法 于是他带着手下来到荣光的家里 正在吃着饭的一家人见到财阀社长 他们都惊呆了 荣光上去询问社长为什么来他家里 社长说了句你们这一家人都是垃圾 所有人都懵圈了 心想着我们一家人好着那怎么惹你们 会长让手下拉走荣光 他来到在人面前开始了他的表演 社长一把把在人搂在怀里 此刻不给他搬个奥斯卡小惊人 都对不起他的表演 社长告诉在人 17年来 叔叔找你找得好辛苦 居然离得这么近叔叔都没有找到 看来心机的会长要甩播了 他把当年威胁荣光父亲抛弃在人的事情 全部说成了是荣光父亲为了钱 把年幼的在人无情的遗弃了 随后社长又告诉在人的亲生父亲 是和自己一起创立公司的合伙人 不幸的是在一个大雨天 司机把车开进了大海里 导致你父亲不幸遇难而死 而这个司机就是荣光的亲生父亲 就是在你父亲遇难那天 你跟你妈妈在找你父亲的路上出了交通事故 在人竟然相信了社长的话 他问社长 妈妈现在还活着吗 妈妈现在在哪里 于是社长又开始表演了 他说在人的母亲车祸后成了植物人 可惜在不久前就离开了人间 如果能早点找到你的话 你还能见到你的亲生母亲 这一切都是因为死去的荣光父亲 在这之前都已要找你为借口 向我勒索钱财 才把你带到了他家 他竟然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 荣光的父亲就这样毁掉了你的人设 所以你一定要离开这个家 现在马上跟我一起回家吧 可是在人有点不相信社长的话 于是他去找荣光的母亲确认 想让荣光母亲说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可是已经知道在人真实身份的荣光母亲 他却跪在了在人面前 他给在人道歉 说丈夫好像就是抛弃在人的人 至于丈夫为什么那么做 他也不清楚 也不能把已经死去的丈夫再叫醒理论 只能替丈夫向在人赎罪 在人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直接晕了过去 当在人再次醒来已经在财伐家中 他来到亲生父亲的临位前 但是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财伐社长派的手下盯着 殊不知他悲惨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财伐夫人逼着在人脱掉身上9块9买的衣服 只有这样才能清除过去17年身上每个角落穷困的痕迹 就得必须穿上这些高档的衣服 可是在人一眼就看出了这是财伐夫人对自己的侮辱 在人伤心的离开了 他找到荣光诉苦 没有信心在面对接下来财伐家的生活 在人希望两人都忘记上一辈人的恩怨 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随后荣光深情的看着在人 他要带着在人去一个没有认识他们的地方 去过幸福的生活 可就在离开时 财伐社长派人来抓在人了 并把荣光毒打了一顿 荣光母亲看着奄奄一息的儿子 他责备在人不是已经回到财伐家了吗 干嘛还要回来 把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 荣光母亲拜托在人赶紧回去 跟妈妈一起好好的生活 在人懵圈了 可是财伐社长明明告诉过自己 亲生妈妈前不久就离世了 在人想问荣光母亲怎么会认识自己的妈妈 这时被手下阻止了 赶来的财伐少爷告诉在人 如果不想让荣光一家人受到伤害的话 就赶紧跟自己回去 在人一脸疑惑地看了看荣光的母亲 荣光母亲点了点头 好像在说以后再和你相说 荣光带着在人离开时 荣光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祈求在人不要离开 在人很想回去 但是想到自己的亲生母亲还活着 不能让荣光的家人因为自己再次受到伤害 后面还有很多不解的秘密在等待着自己解决 他便和荣光离开了 回去的路上 在人问荣光 我的妈妈真的去世了吗 可是你的父亲为什么告诉我 妈妈在病床上躺了很久刚去世呢 还是荣光母亲说谎呢 荣光并没有回答 他也似乎明白了父亲让在人回家的目的 回到财伐家 财伐社长威胁在人 如果再发现在人去见荣光的家人 就会把荣光的家人送到一个任何人找不到的地方 在人被吓得连忙摇头 请求财伐社长不要这样 会乖乖地听话不再偷偷地跑出去 随后社长又变了一个态度 他让在人把自己当作亲生父亲的替身 为了保护在人 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在人虽然不明白社长背后的野心 但是一旁的人羽一眼就看透了父亲 随后人羽来到书房质问父亲 说在人的妈妈明明还活着 为什么对再人说他妈妈去舍 然而父亲却告诉他 在没有得到再人在股份协议转让书上签字之前 还不能让再人见到亲生母亲 人羽终于明白了父亲 为什么把再人带回家里 原来都是父亲要利用再人 父亲说要不然 为什么会把这么烦人的丫头请进家里住 并郑重地告诉儿子 这不是单纯的事业 关乎到我能不能成为公司真正的主人 我知道你喜欢再人 如果你在这样守护再人的话 将会毁了我的事业 可是这次人羽没有再怕父亲 他怒斥父亲公司是从再人亲生父亲手中抢来的 还抢走了再人17年的人生 应该把再人的那一份给他 现在却卑鄙的还要利用再人 真是卑鄙透顶的父亲 结果可想而知 人羽遭到了父亲的一顿毒打 这也导致人羽再次犯病 躺在地球上不停地抽搐 而即便这样父亲并没有打算放过人 当再次出手时 好在被文生赶来的再人阻止 再人带着药箱给人羽处理伤口 17年同样的一幕 在人羽的脑海里浮现 那时候他就对再人产生了喜欢之情 为了能帮助再人找到亲生母亲 人羽暗中给医生打去电话 询问再人的母亲在哪一个病房 这边正在上班的再人 突然收到一条匿名短信 上面写着再人的妈妈 在哪一个医院和病房号 于是再人急忙跑到医院去和妈妈相认 当打开病房门的那一刻 再人并没有发现妈妈 他问正在整理床单的护士 这里的患者于恩珠去哪里了 护士神情紧张地说 这里根本没有叫于恩珠的患者 于是再人跑到前台去询问 并拿出手机里的短信给护士看 可是护士依然告诉他 这里没有这位患者 短信也没有名字 很可能是一条垃圾短信 然而再人却不知 财阀社长收买了护士和医院的院长 已经把再人的母亲转移走了 再人很失落 他也不知道妈妈到底还有没有活着 就在这时荣光妈妈突然出现在再人面前 他告诉再人 再人的妈妈还活着 荣光母亲表示就在前几天 他还在病房给再人的妈妈削过苹果吃 然而他们却不知 他们的谈话正被财阀会长监督再人的手下听到 手下打电话将这件事禀告给了财阀社长 再人回到家 财阀会长知道自己隐瞒再人的事情不会长久 他只好提前日程 让再人在股份转让书上签字 从而拿到再人亲生父亲留给他的股份 尽快成为公司真正的主人 可是再人却说 如果你不告诉我妈妈在哪里 我就不会签字 没有办法 社长又开始演戏了 他责怪再人为什么还在相信 欺骗了你17年人所说的话 我的话就这么不信任吗 再人也不知道该相信谁说的话 就在再人犹豫不决的时候 人瑜闯了进来 他让再人不要签字 并让父亲就此停止了 财阀社长被气得又要动手打人 可是这次人瑜没有惯着父亲 从小到大都是父亲打自己 这是他第一次反抗父亲 人瑜缓缓地拿开父亲的手 父亲这一刻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老了 不再是儿子的对手 人瑜带着再人离开后 人瑜没想到父亲原来力气这么小 他再也不会怕父亲的毒打 另一边再人的妈妈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被绑在了病床上 就在他无助的挣扎时 一个神秘的人出现在了病房 此人将会改变他的命运 男人表示是来帮他的 要把女人转移到舒适的病房 并表示是和女人失忆务 会和他一起讨伐财阀社长 而另一边 绑架女人的财阀社长 正在威胁女人的女儿 在股份转让书上签字 就在在人不知所措时 好在被财阀的儿子阻止了 财阀社长看着没有签字的股份转让书 他脸上露出了阴森的表情 似乎又想到了对付在人的方法 第二天房东找到荣光的母亲 说在人出高价把这个面馆给买了 现在必须马上搬出去 荣光得知此事后 他相信在人根本做不出这种事情 再说在人也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肯定是恶毒的财阀社长做的 随后荣光气愤地来找财阀社长算账 社长傲慢地告诉荣光 这才刚刚开始 让你吃尽苦头的日子还在后面 不得不说社长这招真狠 一时二鸟啊 用在人的名义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 荣光的妹妹找到了在人 责怪在人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说以前家人对你这么好 你现在去了财阀家 却断了我们的经济来源 为了从财阀社长手中 拿回面馆的转让合同 在人只好在股份转让合同上 签字来换面馆的合同 在人偷偷地把合同放到了面馆 就离开了 荣光母亲看到后她偷偷地哭了 只觉得在人是一个善良的女孩 为了能打听到妈妈的消息 在人跑到医院见人就问 最后还是被轰出了医院 医院的护士看着可怜的在人 他良心发现告诉了在人 他的母亲在恢复意识之后 一直在寻找在人 他的妈妈现在就在医院的806号病房 在人听到护士的话 二话不说就冲进了医院 而此时在医院 人者拿来在人的照片 给在人的妈妈看 说在人现在以为您去世了 把财阀社长当成了好人 并在合同转让书上签了字 现在时间紧迫 社长打算通过理事会占有你们的股份 做到真正的独吞掉你已故丈夫的公司 财阀社长在没有达到目的之前 他绝对不会让你和女儿见面 搞不好在人也会因此陷入危险之中 在人妈妈听后 他要亲自出面阻止财阀社长的阴谋 人者让手下带着在人的妈妈离开时 而此时的在人 正在向护士打听妈妈的病房号 命运总是这么爱作弄善良的人 在人和亲生母亲完美的错过 当他打开房门 正好碰到走出的人者 看到空空如也的病房 在人跪在地球上祈求人者带着他去找母亲 人者带着在人来到财阀社长的办公室 刚好看到在人妈妈正在和财阀社长扭打在了一起 阔别17年的母女俩终于要相见了 结果母亲太过激动直接晕了过去 母亲被送到医院经过抢救也没能醒来 这是在人17年来和母亲第一次见面 他还有很多话要和母亲说 看着昏迷的母亲 在人此刻的心情估计只能用你手机里的第六个表情包来形容 在人失落地坐在病房外面等待做手术的妈妈 这时候检察官来医院看望在人的妈妈 在得知在人的身份后 他安慰在人 说在人的妈妈是一个坚强的人 为了想见到在人 坚持了17年都能从植物人中醒来 一直在做康复训练 这次肯定也能醒来 因为有重要的审问 检察官离开时 他让在人有什么事都可以随时打电话给自己 回到病房 医生告知在人现在他的母亲情况很不乐观 恢复意识的可能性很低 之前能从昏迷中醒来已经是一个奇景 在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要崩溃 他刚见到母亲就成为了这样 他想到财阀会长骗自己的话说母亲已经去世了 以及社长对母亲恶狠的态度 失忆的在人不明白17年前 爸爸和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在人来找检察官询问 他想详细地知道爸爸为什么会去世 妈妈为什么会成为植物人 自己为什么会遭到抛弃 检察官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在人 在人知道所有的一切后 他开始了复仇 要从社长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于是他找到财阀社长直接摊牌 说你为了独吞掉父亲的公司 你就故意制造事故害死我的父亲吗 妈妈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说妈妈去世了 财阀社长面对在人的质疑 他索性也不装了 终于露出了他恶狼的尾巴 说在人的母亲成了植物人跟废人一样 活着就同等于死了一样 在人一点都听不下去社长在那里下说 一巴掌甩在了会长的脸上 被惹恼的财阀社长抓住在人的脖子警告他 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小石头 怎么可能扳倒我 可是在人却告诉他 人不会被泰山扳倒 往往扳倒自己的都是脚下的小石头 我也一定会成为你脚下的小石头 冷静下来的财阀社长得意地告诉在人 你报仇我很期待 但是到那个时候你打不到我 就是你的死期 在人从财阀家走出 可是孤军奋战的在人 他又该如何完成自我救赎呢 财阀公司来了一位拉里拉他的老爷爷 但是谁都不会想到老爷爷竟是富豪中的富豪 上班的白领看到老爷爷都躲得远远的 但他们却不知这位老爷爷日后将会改变这家公司的存亡 老爷爷来到前台 他狠狠地将装着帐篷的红色蹄包甩在前台 大喊着让销售组的朱大强前来迎接 迎客的小妹妹被老爷爷的气势吓得只好给朱大强打电话 办公室内朱大强接到电话立即从工位上站了起来 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朱大强责怪小妹妹 为什么给老爷爷说自己马上下去 就说自己不在公司就好了吗 朱大强听到老爷爷要上楼来找他 他被吓得此时的心情像急了你手机里的第四个表情包 同时看到朱大强可怜的样子 都觉得他是疯了 荣光好奇地问女人这个人到底是何许人意 竟让朱大强吓成了这样 女人解释 原来老爷爷每年都会来找朱大强 修朱大强卖给老爷爷的户外帐篷 另一个女人解释这个帐篷是老爷爷二十年前买的 但是帐篷坏掉了 朱大强答应老爷爷会帮他修好 就以三九折的价格将帐篷卖给了老爷爷 朱大强紧张地想甩锅 他让同事去应付老爷爷 可是同事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 没有一个人愿意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 这时他看向了新来的员工荣光 荣光代替朱大强来服侍老爷爷 但是荣光怎么也想不到 老爷爷将会成为改变他命运的恩人 荣光靠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老爷爷 答应帮助老爷爷修好帐篷 老爷爷把落满灰尘的帐篷给了荣光 说等修好了再来公司 荣光看着破旧的帐篷 让他陷入了沉思 但是他还不知道他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荣光把帐篷带到了朱大强面前 荣光觉得只要换个零件就行了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可是朱大强却告诉他这是20年前的帐篷 初步账的零件部位公司早就停产了 在这个世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零件 朱大强让荣光自己拦下的事情 自己找办法解决 而他却被吓跑了 荣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已经答应老爷爷24小时内修好帐篷 而另一边公司的财阀社长 为了公司增资的事情来找老爷爷帮忙 只有从老爷爷手里拿到这笔钱 他才有机会真正的独吞掉在人父亲的公司 可是老爷爷的管家告诉财阀社长 老人家刚好外出现在不在家 此时的在人也在为能从财阀手中夺回父亲的公司做准 可是法务却告诉他 就算把手里的股份全部卖了 还缺少300亿 只有有人愿意借钱出来才能和财阀社长谈合 而现在能立马拿出这么多钱的 只有传说中的黄老头能躲 而这个人却隐退江湖很久了 能找到黄老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边荣光拿着账框给正在店铺修鞋子的老爷爷送来 试图说服老爷爷再给他换一个最新款的帐篷 可是他并不知老爷爷就是传说中的黄老头 然而老爷爷根本不愿意已经换新 因为这个帐篷对老爷爷很珍贵 他告诉荣光是去世的儿子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个礼 荣光不想让老爷爷留下遗憾 带着帐篷又来到了公司 他告诉朱大强无论如何都要帮助老爷爷修好帐篷 功夫不负有心人荣光在仓库中找到了修好帐篷的零件 荣光把修好的帐篷给老爷爷送了馆 帮助老爷爷完成了多年的愿望 老爷爷看着荣光满意的笑容 然而就在这天荣光从组长口中得知 财阀社长通过了理事会 会连任下一届公司的董事长 现在在人为义能阻止财阀社长的方法就是钱 需要在人买下公司所有的股份 而拥有能力买下这么多股份钱的人 就只有黄老头能做到 只要在人能成功说服这个人就能赢财阀社长 于是在组长的推荐下 荣光来找黄老人借钱帮助在人渡过难关 黄老人让荣光先拿出担保 就把钱借给荣光 就在一穷二白的荣光在思考拿出什么做担保时 他看到了货架上的帐篷零件 他瞬间明白组长所说的黄老人 就是他所帮助的老爷爷 这时老爷爷缓缓地转过了身体 当荣光拿着合同兴高采烈地给女孩在人送来时 他却看到了在人在和财阀公子哥肯尼巴 原来财阀公子哥也答应在人 要亲手毁灭自己的财阀父亲 只要在人答应和他在一起 没有办法 为了做给财阀社长看 在人没有躲避 正当在人转身离开时 他看到了荣光 荣光虽然心有不甘 但是为了心爱的在人 他还是把自己用性命换来的合同交给了在人 当荣光握住在人手的那一刻 两人曾经的美好浮现在荣光的脑海里 一路走来两人经历了太多 但是荣光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在人 他从来没有放开过在人的手 虽然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 但是荣光还是把用自己性命换来的合同交给了在人 他只有把对在人的爱藏在心中 松开在人的手便默默地离开了 在人为了能从财阀手中夺回父亲的公司 他只能看着荣光离开 也把对荣光的爱藏在了内心深处 在人失落地来到医院 想到昏迷的母亲还躺在病床上 在人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他的人生接下来该怎么选择 他坐在椅子上失声痛哭了起来 这时组长突然找到在人 他把荣光赌上性命找老爷爷帮助在人的事情告诉了在人 并送给在人一张纸条 叮嘱在人明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在七点前去找黄老头 就可以拿到想要的东西 黄老头是富豪中的富豪 就连财阀社长都在找黄老头谈公司增资的事情 如果在明天七点中找不到黄老头 你父亲的公司就彻底成为财阀社长了 组长离开时 荣光正躲在角落 原来这是荣光拜托组长将事情转告给在人的 看到组长说服了在人 他由衷地感谢组长 偷偷地看着在人 第二天在人按照地址找到了黄老头 此时的财阀社长已经来到这里 当财阀社长看到在人那一刻被吓了一条 心想这个死丫头怎么会来这里 黄老头让在人坐下 他告诉财阀社长 在人也是来借钱的 财阀社长气愤地说 难道我向你提供的利息率不够高吗 在人见状他立刻拿出准备好的材料 希望黄老头能把钱借给自己帮助他守住父亲的公司 没想到黄老头却告诉在人不需要他担保 自己已经把担保拿到手了 荣光把我借给你的钱 已经用他的人生来做担保了 所以这次合作黄老头只能拒绝财阀社长 财阀社长被气得眼珠子差点从眼珠上掉了下来 便气愤地离开了 随后在人气愤地找到荣光 一脚揣在荣光的右大腿上 在人责怪荣光你的人生就可以这么轻薄吗 怎么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担保出去 就这么小看自己的人生吗 然而荣光却告诉在人 自己没有小看也没有轻薄 而是把自己的人生全部压在了你的身上 我这个穷小子什么都不能给你 能给你的只有我的人生吗 你要打财阀社长 我宁愿成为那把刀 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看到你以前那样灿烂的笑容 希望你的人生能过得更幸福 那就是我全部的希望 在人听到荣光的话如梦出现 他想到山神爷爷送给他的钥匙下来 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和家人团聚 第二个愿望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故事 第三个愿望就是找到一个对自己好人 现在已经实现了第一个愿望找到了母亲 他也终于明白荣光就是他心意的人 于是在人找到黄老头 他告诉黄老头绝不能赌上荣光的人生借这笔钱 黄老头很疑惑 如果在人没有这笔钱 公司可能就会落入财阀社长手中 然而在人却告诉他 如果把荣光当成担保 自己也许不会像以前那样的笑容 在人让黄老头把荣光的人生还给他 因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对付财阀社长的方法 在人回到公司 他宣布把自己现在持有50%的股份 全部分给公司的职员 只有把股份送给公司的职员 才能帮助父亲守住公司 财阀社长得知后很是气愤 他把心中的怒火全部撒在手下身上 并怒斥人哲是个没用的家伙 如果处理不好这件事情 就会杀了他 不料仁哲转身把这些年收集财阀社长犯罪的证据交了出来 说到时候财阀社长肯定会被检察官调查 那样的话财阀社长不得不让出社长的位置 荣光不相信一直对财阀社长忠心的仁哲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站在他们这边 如果这样的话他也难逃检察官的调查 但是仁哲却说 他相信在人是个不会因为自己而让别人受伤的人 并且他也不想再做财阀社长的傀儡了 果然不久后 财阀社长就被检察官带走了 可是在审讯中财阀社长突然晕倒了 医生告诉仁哟 原来财阀社长是癌症晚期 已经很长时间了 社长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 都觉得坏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时 在人多回父亲的公司后 他却来到财阀家 财阀社长以为在人是来看他笑话的 但是在人却告诉生命垂危的社长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康复后赶紧站起来重新把公司抢回去 不要总是发火不接受治疗 随后在人捡起财阀社长扔在地上的医疗设备 开始给财阀社长带上测量血压 当财阀社长问在人要干什么的时候 在人选择原谅了财阀社长 可是不久后 财阀社长还是离开了人间 临走前他告诉儿子 这一辈子他没做过后悔的事 唯一后悔的就是 如果当初从大海里拉回来的是在人的父亲 现在他人生结束的方式 可能就会不一样 不久后在人的母亲也从昏迷中再次醒来 母女俩深情地拥抱在了一起 相信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母女俩在一起 九个月后 在人重新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护士 荣光没有放弃当年他给在人说的承诺 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棒球王 荣光来医院找在人 他重新问在人当初的承诺 如果我成了棒球王 你能嫁给我吗 在人这一刻终于知道 他的第三个愿望要实现了 找到了一生的挚爱 文功词 ugen奇と名字 音词